好友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台东剧团执行的 109年青少年艺术育成基地计划 后山青春欢聚一堂 经过十场次的花东校园巡回演出之后 为了让青少年有机会更加接触到剧场艺术 认识戏剧开放涉及花莲的国高中生 举办三周的戏剧演习社 109年青少年艺术育成基地计划 后山青春欢聚一堂 经过十场次在花东校园巡回演出后 10月25日起举办围棋三周的戏剧演习社 开放涉及花莲的国高中生 周日的下午在花莲文创园区一起参加 从第一周基础的创作练习 透过剧场游戏建立彼此关系互相熟悉 第二周则是肢体开发 第三周是创作发想以及肢体呈现 这是我小时候的兴趣 然后刚好也是我的专场 就是在声音还有动作方面 就是对你的生活 就是比较放得开 然后就是跟着大家一起 还蛮还蛮不错的感觉 你说学到什么 或者是让你放开心中 一些肢体语言 对就是肢体语言是比较少会接触的 就是没有想过会怎么做怎么做之类的 然后经过上课之后就会尝试到很多不同东西 然后发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从校园的巡回讲堂 戏剧研锡社 以及14日的戏剧工作坊 21日则将在台东剧团 举办戏剧推广成果发表会 第一周跟第三周的课程 我们是找花莲在地的表演团体 花天酒地剧团的师资群 做创作的练习跟剧场游戏的开发 那第二周我们是邀请台北的表演讲师 然后林胜佳 然后他本身是剧团的演员 然后来带肢体开发的部分 这个计划其实整体方向的精神 就是希望让青少年可以接触到表演艺术这一块 那我们计划有很大的主轴 今天在做的呢 这个是戏剧研锡社 那我们花莲场呢 比较特别是我们是开放学生自己报名的 所以来的是会有各种不同的学校参与在这里面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礼拜的课程 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开始打开自己的肢体 然后开始知道如何从生活当中去发现创作的媒材 期盼让有经验的青少年 能更进一步透过戏剧表达出我的青春独白 没有戏剧经验的青少年 则可以借此探索剧场 打开自己的肢体细胞 透过戏剧提升自己在地认同 拨下更多艺术种子 更多讯息可搜寻脸书粉丝页台东剧团 记者蒋方燕华联士报导